蔡總統可以答應江啟臣主席所提出的辯論邀請 馬總統做得到的事情 我們相信蔡總統也一定做得到 我們希望蔡總統能夠接受我們的江啟臣主席的邀請 這不是第一次 過去也有這樣的潛力 無論針對EKPA也好 他當時是黨主席 那也希望這個時間能夠盡快 必點時間都盡量 我們都會全力配合 我們本一職責會往上懲罰 拜託你 因為我們這個窗口就是李彥秀副秘書長 所以之後的話就是整個有關於電視辯論的事宜 就拜託 你們這邊是不是可以也有個窗口 然後讓跟彥秀副秘書長大家來聯絡 好不好 我們到時候看看我們自己廣放承報的情況 在主動再跟我們 我們時間地點我們都會全力配合 那因為這個萊豬進口1月1號這個行政命令 對 我們希望可以盡快 那我想剛剛幾位代表都充分說明了 這一次有關於萊豬進口議題辯論的重要性 包括過去蔡總統在2010年 他擔任民進黨的黨主席的時候 他也主動要求要馬英九總統跟他進行EKPA 簽署的相關議題的辯論 馬總統做到了 所以今天我們也希望蔡總統可以答應 將啟程主席所提出的辯論邀請 馬總統做得到的事情 我們相信蔡總統也一定做得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出發 我們要到總統府由我們李彥秀副秘書長 第一出邀請函 那總統府方面呢 現在我們知道是由公共事務處的高尊主任 會出面來接待 那我們先